立委孔文吉8月25号召集行政院各部会 交开新城乡基层座谈会 乡长何理台也提案七星潭社区 明潭街电感地向化要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同时获得了台电公司允诺 要在111年的过年之后要实作改善 为了做好事前工作 8号孔文吉立委办公室的主任杨金次 邀请了台电、新城乡公所 还有七星潭社区的理事长游黄敏来协调 共同促成这项方案 七星潭社区唯一没有电感地下化 就是300公尺的明潭街 为了改善社区的公共景点 新城乡的何理台在8月25号 由立委孔文吉召开的新城乡基层座谈会上 进行提案 同时也获得台电公司的允诺 预计在明年111年过年之后实作 为了做好事前的说明会 立委孔文吉国会办公室主任杨金次 邀请台电公司和相关待会来进行协调 在8月23号里面下降考察的时候 那我们何理台乡长在会议中特别建议 以及期待希望把我们花莲地区最美的一个海岸地平线的 有关我们七星坦这边能够将电线电缆地下化 那今天特别来到这边 也非常谢谢我们台湾电力公司这边的一个支持跟协助 让孔文元当时的一个指示之下里面 那今天终于是尘埃落定 那这一次所有整个地下化的一些经费 总共赤支将近900万 那明年大概过年后里面就要失事 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最主要是在这边可能还要透过 相公所跟我们社区理事长这边来协助 帮忙协调有关于用户的一些接管的一些程序跟工程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协调的时候 能够顺利的举行 那另外一个我要在这边特别分享 有关孔文元在我们花莲地区 针对我们地下化的一个重大的工程建设的完成 尤其是在我们初音段的一个高压配电的地下化 因为这个都是穿越在我们德鲁古的部落跟社区 因此曾经的将近八年的时间 我们也终于完成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万荣乡的乡长 谷明光还有主席潘元基 两位也分别建议我们孔委员在万荣冲 跟洪叶村这两个部落也施设完成 那最近就是我们在新城乡的七星坛这边 这么重要的一个据点 也是算是全国文明的一个观光景点 在未来施设完成 不久我们就会看到这边的社区的现代的市容 现在这边祝福我们社区的整个民众 六位孔信表示 既吉安乡干城村万荣乡万荣村 洪叶村和这一次新人乡七星坛社区 再次为地方争取台电地下化的提案 希望能够改善部落和社区的生活环境 提升七星坛社区美丽的观光景点 listing林仲 hé大cuz 你的观光景点 叫你带着 你的观光景点 MPザ